距离今年的WFDC也就3个月的时间了 下一代iOS的发布将是Apple系统有史以来最大的iOS更新之一了 据彭博社Mark Gunnard早在去年7月份就有报道称 苹果创建了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系统 该系统被称为Apple GPT 该项目使用苹果于2022年开始构建的名为Agex的框架 已将各种机器学习项目建立在共享基础上 这个Agex框架将成为苹果即将在其所有平台上推出的人工智能功能的基础 来自9to5Mac的报道 在iOS7.4中发现了Apple研究新的人工智能和大型语言模型技术的证据 苹果正在依靠OpenAI的ChatGPT API进行内部测试 以帮助开发自己的人工智能模型 那么说到AI 就不得不提起Siri了 关于Siri的全新变革 苹果正在开发一个基于大型语言模型技术的新一代Siri 它将与ChatGPT和Google的Gemini相媲美 这就意味着Siri将不再是简单的语言助手 而是一个能够理解复杂语境进行深度对话的智能伙伴了 无论是查询信息 还是在咖啡馆享受悠闲时光 AI都能够为你精选最合适的音乐 当然在生产力工具方面 苹果也带来了惊喜 Pages Kino和Numbers将集成AI技术 无论是写报告 制作演示文稿 还是处理数据表格 AI都能提供强大的支持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 你只需输入几个关键词 AI就能够帮你生成一篇结构清晰 内容丰富的文档 或者在你需要集中精力的时候 AI帮你整理出一份简洁明了的会议记录 开发者们也将受益于iOS 18的AI革新 Xcode AI功能将能够自动的完成代码 帮助测试应用程序 甚至提供代码优化建议 这将极大的提高开发效率 让开发者能够专注于创造更多创新的应用程序 搜索功能也将迎来重大的升级 Spotlight Search将由生成式AI驱动 不仅能够快速找到你需要的文件和信息 还能执行更复杂的任务 比如理解你的搜索意图 提供更加准确的搜索结果 这将彻底改变我们与设备互动的方式 让信息获取变得更加直观和高效 健康方面 苹果也在下大力气 一个全新的AI驱动健康教练功能 将集成到Apple Health和Apple Watch中 它不仅能提醒你站立和运动 还能根据你的健康数据提供个性化的建议 帮助你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 无论是饮食 运动 还是睡眠 AI都能成为你的私人健康顾问 最后呢 再来看看消息应用 iOS 8将带来能够自动完成消息 回答问题和总结文本消息的AI功能 这意味着无论你是在忙碌的工作中 还是在和朋友聊天 AI都能够帮你节省时间 提高沟通的效率 想象一下你只需要输入一个开头 AI就能够帮你完成整个句子 甚至整个对话 这将极大的提升我们的沟通体验 那么以上呢 就是目前有关iOS 18的一些最新消息 如果你的iOS 18的AI新功能感兴趣 不妨点赞分享这个视频 并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最期待的功能是什么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